日本新一屆国会最近举行大选 四日前公布 自民党领袖乔本龙太郎连任首相 曾经长期执政的自民党 三年半前一度失势 今日卷土重来 乔本龙太郎今年年初上台 处处表现强硬作风 他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 在钓鱼台事件上右翼势力抬头 在强人政治下 日本军国主义阴云不散 上个月 日本举行战后第41次众议院选举 竞选除了以消费税和老人福利两方面为焦点 执政自民党还在竞选公约上 将钓鱼台列为日本领土 又公然要求内阁大臣 官式参拜 供奉战事亡灵的政国神社 种种举动显示日本右倾势力 重新冒起 青年社是日本一个活跃的右翼组织 有三千成员 十八年来 他们多次叶起中日两国政府 对钓鱼台领土的九分 会长魏腾风九是第一个发起 在钓鱼台登塔的日本人 作为一个日本人 应该有民族心和爱国心 为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为了海上船只的安全 政府不在那里建灯塔 就我们建了 日本有异团体 很多并非单是政治组织 有些和黑社会关系密切 青年社一个顾问 两个月前 被日本警方拘捕 控告他非法藏有枪械 上个月初 警方再怀疑青年社藏有军火 突击搜查他们的总部和办事处 关于手枪这件事实 日本政府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 才派警察来 其实很多日本报刊都知道 但是没有登出来 是因为觉得太刁面了 日本一家华文报纸的总编辑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说 青年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实实在在意义上的 你说什么暴力团体 黑社会之类 很难一概而论 日本青年社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 参加日本青年社的人 有百分之三左右 可能参加了其他的团体都不定 但是我们不会理他们到底是什么组织的人 那些是不会理的 另一个右翼组织一水会 在日本战后 专注推动新民族运动 书记长穆川三号 曾经是青年社成员 他要用暴力手段 去达到政治目的的主张 令到不少人执目 其实日本很多右翼组织的人都有枪 这个没什么奇怪 所谓暴力 看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 例如毛泽东也有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列宁也有说 劳动人民只有通过武器进行革命 如果是为了正义 或者是为了正当的政治而使用暴力 这个是很合理的 日本富士电视台 六年前借作过一套纪录片 报道当地的右翼活动 内容指出右翼分子 为求达到政治目的 不惜进行暗杀 日本在前两年 才通过过 日本国会通过 取消暴力团的 取提暴力团的这样一个法律 暴力团为了避免这个情况 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开办了很多企业 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团体 转变成了政治团体 因为这个日本社会要保证言论自由 要保证结社自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的右翼团体 并不是很纯洁的一种政治理念上的右翼团体 而很多是什么呢 是暴力团转过来的 所谓的右翼团体 无论组织本身是右翼也好 左翼也好 中南也好 只要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 是根据日本目前的法律 政府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这是基本的原则 日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人民享有高度言论自由 以及高度活动的自由 这是法律 日本政府对团体交政治活动 所采出的宽松态度 无形中给了右翼势力一个生存空间 他们经常上街示威 鼓吹重建国家军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一直受宪法第九条限制 除了自卫队 就不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 中战五十一年来 入翼团体一直死心不息 力争修改宪法 意图重新国将军事力量 一水会书记长木村三号 青年社会长为藤丰狗持同一论具 所谓日本独立 是指首先日本一定要有国际的地位 有发言权 对的就说对 不对的就说不对 其次就是军事上要强大 有自卫的能力 不是用来侵略 从战争角度上看 日本的自卫队 好像是玩具的军队 真的有什么事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五十一年前 当日本军国主义澎湃 亚洲各国爆上它的浅踏 导致生灵涂毯 对日本国王种种侵略行为 又亦分之始终否认是罪行 侵略的定义在当时的国际法是没有的 而且中国当时国内的情况很混乱 日本只不过是受到中国的邀请去评论 用现在的价值观 你可以说是侵略 但是一百年前就不算是侵略 你看英美法德 那时候在中国 不是一样有诸解 这些不叫做侵略吗 为什么偏偏就说日本侵略 是不是日本好虾 世论会是日本新成立的一个年轻右翼团体 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副会长三伦和雄 战后出生大学程度 但是对于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侵略行为 他一样认为国家没错 为什么要向世人借罪 美国有没有向菲律宾借罪 英国统治香港 其实是一个帝国主义行为 他有没有向中国或者香港借罪 升职为王 败职为寇 只不过是战声纲 对日本战败国进行的一个復仇的裁判 1937年12月 发生南京大屠杀 超过37万中国人被日军杀害 这是历史事实 日本的右翼分子竟然还可以理直气壮 说事实是捏造出来的 在这么小的地方杀35万人 怎么能够处理呢 中方清楚地说明死亡人数 是三十几万几千几百几十人 数字这么准确本身就有问题了 东京裁判的时候 目击大屠杀的证人 一个都没有 只有一些中国人写的所谓证供 只有那几份 一个人都没有 跟着就自己作大 说三十万人被杀了 中战51年 日本社会对过去战争 不认错的言论 近年充斥市面 朱建榮是流日的中国学者 专注研究政治学和中日关系 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些 同以前十年前相比 也比较不同的一种气氛 比如说在日本的书店里面 就是关于历史方面的畅销书 都是一些当时战争的时候 不是进行侵略 是为了解放亚洲各国 或者就是日本没有进行南京大屠杀 完全是其他国家强加于日本 这些言论 这些书现在的书店买得很多 这个倾向我觉得是很值得忧虑的 正国神社 日本供奉战争的唯一妙语 每年十月 正国神社就举行抽祭 来参拜的 绝大多数是 友谊团体维族会的会员 他们都是战死沙场的军人家属 为数一百三十万 是自民党最大的票源之一 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 出任后生大臣的时候 一直担任右翼组织维族会会长 做了首相后才放弃 可见右翼组织和政界关系密切 这些右翼团体在日本的 它的生成基础 首先这些组织本身 它是在很大的一个社会范围当中 进行活动 而且得到经济界的 好多企业的资助 没有这些钱 他们怎么进行活动 那么另外 他们的这些右翼团体 有好多组织 好多人 他们跟政界的人 有各种联系 正国神社有127年历史 供奉了260万个阵亡的战士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战社于日本对外侵略的战士 神社旁边的一座游咒馆 摆满日军当年侵华时期的武器 和各种军事设备 另一边的展览厅 摆放了当年有份参与战争的军人 照片、遗物、军章 和天皇的任命状 标榜着浓厚的军国主义 靖国神社门外的广场 经常有有异分子聚集 英灵会是维族会的分支 主张政府内国官式参拜靖国神社 赤乎光红以前当过兵 是英灵会的成员 和战争的成败是没有关系的 为各捐区的人应该接受这样的尊敬 相信在中国也有这些同类的地方 对于那些在革命战争里牺牲的人 去制止他们 相信在中国、韩国都会有 台湾一样有中列字的 桥本龙太郎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今年七月公开以首相身份 去靖国神社参拜 受人非议的 是靖国神社供奉着 东条英基等十四个甲级战犯 和两千多个月级丙级战犯 参拜这些战犯 意味着 认同当年的冯博主义思想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发动侵略的罪魁祸首的 十几个A级战犯的 他们的网民 这个既使者 这些网民 他既使者里面 而日本的首相 或者内阁大臣去参拜的话 那么从亚洲国家来看 那么日本当时的侵略究竟是不是侵略 中战五十一年 日本经济起飞 人民生活富裕 年轻一代的日本人 自以为日本过去 因为侵略其他国家 而要负起的责任已经完结 应该可以和其他国家看齐 我在日本接触的比较多的政治家 他们都认为 就是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现在我们这一代新的政治家 没有必要负责任 另外日本有一种说法 就是冷战的结束 就意味着另外一场新的战争 也就是说原来的战胜国 苏联都垮台了 所以日本五十年前的战争 战败受到的惩罚也应该结束了 入役组织青年社十八年前第一次挑起钓鱼台主权的狗分 十八年后再次善风点火 日本政府坐视不理 尖角列島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日本青年社可以做任何的事 只要符合法律 而日本青年社所做的 并没有抵触法律 所以日本政府是没有理由阻止他们 在那里建立登塔的 青年社今次重新挑起钓鱼台领土主权的狗分 跟日本近年社会风气很有关系 日本近几年在经济上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它成为经济大国的时候 它要走一个像政治大国的道路 但是同样的呢 这几年由于日本的泡沫经济的破灭 那么它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路途当中 它经济大国出现了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钓鱼台的事情应该是看作日本呢 增强自己的在国际社会发言力的一种行为 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 日本政府 各政党 以及传媒 都以口同相话 钓鱼台根本并不存在主权狗分 从1885年开始 明治政府在尖角列岛上面做过多次的调查 证实尖角列岛上面是没有人居住的 也没有任何痕迹显示 尖角列岛是被中国管治的 日本的这种主权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它把历史的一部分完全不提了 但是呢 在国际法上看 因为它是历史的主权 那当然是中国是有意的 井尚清是日本唯一 认为钓鱼台属于中国的学者 25年前 他亲自去过沖繩 搜集钓鱼台的资料 在十六世纪中期 中国有很多书可以证明到尖角列岛是中国的 但是在日本可以证明到是属于日本的文献 就一样都找不到 日本当年将个岛变了日本领土 并没有向国际宣布过 我就觉得是偷回来了 我认为尖角列岛这件事 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第一步 学士者有缘卖出了侵量外国领土的第一步 如果你是讲着日本人民的心态 我不觉得日本有任何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即使是青年社他们的活动 我认为和军国主义思想武器是无关的 我认为日本有任何军国主义 大部分日本人 和在日本做研究的华人和学者 都否定日本有能力 在短期内可以再次发展军国主义 呂日华人作家莫邦芙 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虽然没有即时威胁 但是要防范于美意 还没有对亚洲、对中国得逞军事威胁 但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反对他的军国主义 不应该现在就很明确地指出 这样做是不行的 正因为他还没有形成威胁 所以才应该在他有些苗头出来说 应该指明日本的军费开支在世界上居第三位 日本的海军和陆军的水平在亚洲是占第一位的 再加上日本过去有侵略的历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是否会重新走上 回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 恐怕是亚洲各国都很担心的问题 日本今次国会选举 自民党在500个议席当中取得239席 由自民党分支出来的新进党得156席 民主党得52席 三党加上的议席佔总数九成 社会民主党以往一直扮演反对党角色 但是自从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 反对声音越来越弱 今次选举只出了15席 反映出日本政坛再接步上保守路线 吊越台事件足以证实 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在保守势力助长下正逐渐壮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